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1年12月13日 今天有兩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 在今天下午黎智英 周恆同等人的非法集結案正式判刑 而黎智英他們竟然判監後 沒有加監 可以說是同期執行 為何法庭會這樣判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另外在庭上 黎智英亦自己承認原來他是如何欺騙同路人手足 而且還有一名被告 他竟然獲得前立法會主席曾玉成寫求情信 到底是誰 而曾玉成為何求情 求情內容是甚麼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又是要討論宣明會 早前媒體踢爆了原來宣明會一直以來 用助養兒童的計劃叫人們捐款 但事實上原來沒有助養兒童 甚至被爆出該名受助養兒童 竟然一直沒有收過助養的錢 而這件事越消越大 早前爆出這個新聞的受害者 捐款人羅先生 聯同當地的一名少年 就踩上宣明會當地辦事處 後來發現原來有九成的捐款不知所蹤 到底這些錢去了哪裏 為何突然會這樣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影片 分享這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尼插的陷阱 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和按鈴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2020年6月4日的非法集結案 當中牽涉到反中亂港的頭目黎智英 周恆彤等人 而這個案件在今天下午正式判刑 其實在早前他們一群人已經被裁定是罪名成立 而這次案件中 黎智英 周恆彤和何桂蘭 因為他們三個沒有認罪 這次被法官判重點 沒減刑 黎智英判囚13個月 周恆彤判囚12個月 何桂蘭判囚6個月 李卓人14個月 蔡耀昌12個月 梁耀忠9個月 梁錦威9個月 胡志偉4個半月 當中黎智英因為他身上還牽涉其他非法集結案件 所以連同其他案件合共囚20個月 同期執行沒有加多刑罰 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是怎樣看的 我個人認為一事歸一事 不應該放過黎智英 讓他可以同期執行 否則他就很著手 好 黎智英反正他現在也要坐 連同他顛覆國家政權罪 勾結境外勢力的罪行 其實他沒有認罪的必要 甚至他覺得這個反正也是零成本的賭博 反正能拚到 我就不用坐那麼久 拚不到 我也要坐那麼久 與其是這樣 不如我接駁吧 所以這裡我個人不太認同他這個做法 即是法官的判刑方法 但當然要尊重法官 我和大家說說這次案件有些值得斟酌的地方 或者值得大家關注的地方 首先在這次案件裏有幾個關鍵位想和大家說一說 首先第一個就是黎智英 相信大家都比較關心他 法官這次在案件裏批評這群被告 就說傲慢忽視可以帶來的風險 就說這群被告忽視可謂公共衛生帶來的風險 傲慢地認為相比保護大眾 達到他們的目的更加重要 所以判他們要有阻嚇性的刑罰 而黎智英在庭上竟然說歪理 表示自己說 如果悼念有罪 請把罪加諸其身 即是說自己好像是一個受害者 說自己是一個很委屈 被迫要承受罪行的人 但事實上大家都知道這次案件在有機會發生暴力的情況下 加上疫情的情況下 這群人不停呼籲人出來上街遊行 所以控告他們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非法集結 而有一點相信大家都很奇怪 為何黎智英只是被告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非法集結 而沒有告他參與非法集結 原因是因為黎智英在庭上大爆 原來2020年6月4日的集會 說到全香港市民最後一天的自由 些最後一次六四集會的時候 黎智英為了自求自保 竟然沒有出發這個六四集會 黎智英在庭上表示 它自己只拜登在媒体前點燈 提醒世界要記得有些人在天安門廣場被犧牲 所以就說沒有機會參與六四集會 他說自己如果悼念有罪 希望將罪恨加諸其身 讓他們承受罪恨所帶來的懲罰 和年輕人一起共同並堅持真相和正義所帶來的重擔和榮光 黎智英很明顯是政治宣傳 政治文宣 我們看到很明顯是想為他自己塑造一個正義的人格 我不知道他是否想用國際戰線 還是打甚麼戰線去使用 還是想讓全世界覺得他才是受害者 但在這裏我們看到兩件事 首先黎智英很肯定是反中亂港的頭目 而且他是呼籲別人參與具有暴力的風險 有散播病毒風險的非法集結 而這個非法集結早前警方已經發出反對通知書 而第二點是突顯出這些正棍 黎智英可以說是一個正棍 這些正棍他們虛偽的語言藝術 在媒體面前點起燭光呼籲的人出來錄四集會 但自己竟然叫人充自己鬆 自己不出席 因為他也很清楚知道如果他出席了 很大機會被控非法集結 甚至會演變暴力衝突時 他有更多事情會上身 但他小想不到原來他自己點起燭光呼籲其他人參與 都會重招 都要坐牢 可能他自己想不到 但這些就是小黃人或黃人正棍所做的 叫人充自己鬆的有一例子 除了黎智英之外 還有其他人的金句都說得頗動聽 周恨彤說自己是被良知驅使的人 是不會害怕牢獄的嚇怕 他又說儘管有禁令或是越來越嚴苛的法律 但燭光會繼續存在 他又自然說只有一些知道良知 有良知的人 卑微的一員 他自己是一個卑微的一員 當集體行動受到譴責時 對於個人憐憫只不過是一場鬧劇地說 他這句話亦有謬誤之處 他又刻意誤導一些在監獄外面的年輕人 讓人們覺得 一群人一起做犯法事就不是犯法嗎 就等於 明明這個是綠色 然後整群人說他是紅色 那他就是紅色了嗎 這只是在根本認知上 改變了那群人的想法 覺得這是紅色 但事實上他是綠色 事實就是事實 事實勝於紅變 而周恨彤就用這個方式 集體的人參與 如果要受罪的話 就是一種 被他們說得是一種錯誤 被他們說得是一種 法律上對他們的不公不義 但事實上 你人多不代表你對 你人多只不過是代表那群人 受到你自己的言語刺激 甚至在過往2019年的一部事件我們看到 有一群年青人受了這群人的刺激 而導致他們自己 誤以為 誤了解 整件事發生是甚麼 然後出來參與暴動 到了2021年 這群人上庭的時候 每個人都叫後悔 在監獄裏面 每個人抱著枕頭哭 每個人抱頭痛哭 後悔自己當年為何要這麼蠢去參加遊行示威 為了甚麼 為了所謂的民主自由 到了現在 我們看到他們甚麼都為我們香港人爭取不了 他們換來的就是我們香港的痛苦 換來的就是一群暴力的人 換來的就是有一群人不停製造白色恐怖 我們以前的香港不漂亮嗎 我們以前的香港不好嗎 我們香港一直在努力發展 如果不是有群攬炒派 不是有群政軍 我們基本上香港發展得很好 是不是 好了 除了他之外 我也想說另一個人 就是 梁耀忠 相信大家都記得誰 街工那個 他在這次的角色 被判囚刑期不太重 梁耀忠又被判囚9個月 但我留意到梁耀忠在求情時有懲交 由前立法會主席曾鈺誠所幫他讚寫的求情信 他同時亦獲得前立法會主席王雲發的求情信 說他當日以個人身份到場 被推到前面 但他極度不情願地說 我想問如果你是真的不情願的話 為何在鏡頭面前顯得那麼主動 又或者為何你要帶頭走得那麼前 如果不情願的話為何你不即時反抗 我們經常都說 俗語有說一句 牛不喝水不敢得牛頭低 你不情願可以選擇即場離開 你可以選擇即場發爛 甚至事後報警拘捕了他們 為何你又不敢做 是否就是為了你自己所謂的政治立場 為了討好你那群同路人 為了你的選票 你就可以做一些犯法的事 沒有底線的事 而我最奇怪的是為何曾鈺誠亦會為他求情 梁耀宗 可能和曾鈺誠私底下有交情 我不知道是否 但是曾鈺誠作為建制派的代表人物 又或者作為以前的建制派立法會主席 是否在這些大是大非上應該要避嫌一下 現在說的不僅是有班人非法集結 而是這些非法集結在2019年由美國所推動的顏色革命之後 變得更加猖狂 這可以說是美國推翻我們國家的政權 或者介入我們香港事務搞顏色革命的其中一場 的抗爭運動 或者叫做暴動 或者非法集結 而這些情況這些活動是加速了整件事的發生 加速了美國那邊的行動 如果是這樣 為何曾鈺誠要為這些人求情 這裏我是有點不解 相信大家對曾鈺誠本身的委隱也有一定的認知和想法 相信大家和我一樣 鑑於我自己的身份 不能罵他太多 但我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肥仔傑你怎樣看 說完這件事 想說另一件事 相信大家都知道孫明會的事件 就是孫明會早前被人爆出 說原來大家一直捐款受助養的兒童是假的 如果有興趣看了解的話 大家可以去我自己的影片看 但今天想和大家跟進一下最新的進展 當日爆料說他自己找到受助養的兒童 又煙又酒又跑車的羅先生 聯同了那位又煙又酒又跑車的少年 就在阿爾及利亞那邊正式展開聯合調查 這個可以說是坊間的調查 調查到底我們的錢 市民的錢有沒有被人吃掉 而這個羅先生 就是他 最終聯同那個小朋友 找到阿爾及利亞那邊的宣明會 在那邊的辦事處得到他職員的回覆 就說原來 羅先生每年3000元港幣的捐款入面 只有300元落入社區 聽到這件事後就非常尷尬 向來我們經常都說 那班所謂的慈善機構 他們大部份的錢來聘請大學生做兼職 然後做行政費 總幹事人工高到媽媽都不認得 向來沒有一個是他們官方的說法 說到底他們有多少錢多少%的資源 是用了投放在那些社區裏面 而這次真真正正實除 踢爆了他們 大家試想像一下 我當你捐了30萬出去 竟然跟你說你有3萬元是能幫到的人 27萬是不見了 大家心中會怎樣想 假如我和大家說 例如假設 我現在說有一個項目 例如我要救助一些東西 或者幫助一些人 大家捐錢給我 捐錢給肥仔傑 有人捐100萬 原來只有10萬元下了他的袋 那90萬去了哪裏 大家會怎樣看肥仔傑 跟這次的事情一樣 宣明會竟然敢死證 只有10%放在社區裏面 我明白當中牽涉到很多開支 或者牽涉到很多費用 宣明會可能需要用 但我個人認為宣明會或其他慈善機構是否應該用更好的方式處理這些錢 例如如果我和大家說明 如果受助人只捐10%給他 有九成是用來做行政費的話 大家願意捐這些錢出來做助養兒童計劃 肯定不願意 如果這樣 宣明會為何你不放出來 大家捐錢捐300元 我300元就會全部放進這個項目裏面 但我們要日常開支 所以肯定每個月捐50元 每個月捐50元 那50元用來做行政費 總之你要捐300元 你要捐九三百五 如果是這樣 我們明買明賣 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救了小朋友用300元 給50元你做行政費 大家明白 理解 甚至願意 但是這些偷雞雞 就是偷雞 摸狗的事情 300元的捐款竟然有287元是拿去做行政費 這些就不能夠接受 而今次這個事件裏面 羅先生表示 他自己本身捐10年 每個月捐270元 至少捐3萬多 當中只有3000元進入社區 我沒想過只有一成的錢可以幫助小朋友 另外那九成的錢用在哪裏 雖然早前宣明會那裏回覆羅先生的時候 他表示你和我說你不是捐給小朋友 你捐到社區 我可以接受 因為我也不期望我捐的錢可以直接在小朋友身上 因為他們不懂得如何處理金錢 你幫我處理就行了 但不是你代了九成然後分一成下去 這跟世紀大騙案有甚麼分別 找一些很可憐的小朋友放幾隻烏鷹在他臉上 然後拍張照片跟你說 叫你捐3千元過來 原來只有300元給他 2700元給了自己 不如你不要拍小朋友的照片 你拍自己的照片 你放幾隻烏鷹在自己的樣子上 直接捐2700元給你好過 這些做法我個人認為是有問題的 我期望未來新一屆的立法會 或者未來社會大眾可以譴責這些行為 我明白捐款是對世界好 或者有些人很有善心 但現在我們看到 這些機構似乎是利用我們的善心 利用我們的愛心去掠財 這就不能接受 必須要譴責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你這件事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影片 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 反對派信理策金證 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的任何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